要用佛法而化之 真正的学佛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都要是菩萨 要修清净心 起心动念是什么 你一个心动了一点点 不好的念了 哎呦不能动 这会害我的 那就这样 哎呦这样的话我会倒霉的 动一个念头就这样 这师父跟大家讲了 你一个人要成功的人 男士的人 你要有一个大的合约了 我说你不能 动那种邪淫的念头啊 你动了之后 你这个单就牵不下去了 这很多人 他在做生意的时候 哎呦我不能邪淫 一些人师父讲过的 会倒霉的 倒霉就生意就垮了 单位里这么多人 我怎么养啊 他克制了 因为哪个利益重 把他压住了 实际上 守戒了呀 戒律 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了 就是堵住自己福德的漏洞呀 你今天有福气来了 你堵住自己的漏洞呀 我守戒呀 菩萨很开心 你自己也很开心 所以要修菩萨的这个意念 起心动念都是佛 在你身上 你时间长了 你的身上就会有道场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好好地在自己思维上 在行为上 要有一个菩萨的道场 当你经常有道场的时候 我们说 学佛要有道场 道场就是菩萨经常来的地方 你的心中经常有道场 就像当一个飞机场一样 你有这个飞机场了 那么飞机都可以下降过来 到飞机场来 那么你今天心中有菩萨的道场 那么菩萨就经常到你的心中 那你的心中就有菩萨 又有佛 你想想看 一个人有心中 有菩萨 有佛 他怎么能不顺利呀 他怎么能不幸福啊 好 那么